学佛由人道做起 而行人道要以孝为先 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所遵循的准则 而佛教中也有佛教伦理 最基本的观念就是尊敬三宝 那么在这三天法会当中呢 昨天拜钥匙宝灿的时候 中间中午呢有五共 先共佛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小共生 就是我请二十位出家人来吃饭用灾 然后趁金 一些趁金来供养出家 师父供养三宝 因为共生的功德非常的殊胜 在这个木建林里面 大家都知道七月份的时候 七月十五的时候都有 出家人结下安居圆满 就会自知 然后呢就会有佛有共生 那这个共生的出胜功德 就是在像慕联尊者啊 他母亲堕入地狱 那他自己要拿一波饭给他的母亲享用 他母亲呢因为业障的关系呢 那一团饭呢就变成火 因此呢 关于业障重的 我们如果只是给王者享用食物 直接供养一个出家人 功德可能不太圆满 我们供养十方生 如果我们供佛 佛呢就告诉他的弟子说 你供养十方生呢 对自己的亲人 对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往生的兄弟姐妹 那功德会更殊胜 共生并不只是在大型的摘僧活动上表示 任何的情况下 只要至心供养 都能够尊敬出家众 这也是佛教伦理的体现 宗词法师提倡孝道思想 每逢法会 五摘时都会有简单的摘僧仪式 他也呼吁现代人 要树立对共生和孝道思想的重视 大街新闻五庸区高雄采访报道